《黑曜石娛樂》開發的第一人稱 RQG 宣誓 Avolved 釋出了長達 7 分鐘的遊玩展示影片 本作的故事舞台名為《盎然之地 Living Lens》 一個充滿各種幻想生物與不同種族的神秘島嶼 我們則是作為一名特使 前往島上調查出現的神秘瘟疫 除了欣賞島上不同的人文與自然美景之外 作為第一人稱的遊戲 戰鬥當然會是一大重點 還發團隊提到遊戲主打一個多樣化和快節奏的戰鬥 在戰鬥中我們可以隨時切換不同種類的武器 從最基本的刀劍和弓箭 甚至還可以使用不講武德的槍械 或是使用魔法杖施放魔法 根據不同敵人與戰況來選擇最適合的武器作戰 例如有些敵人需要用冰凍魔法攻擊 或持大型武器重擊打推他們 遊戲也有著極高的自由度 我們做的每個抉擇將會決定劇情的走向 像是NPC 的敵我關係 任務的流程和進行方式等等 宣誓EVOLVED 預定在今年秋季推出 將與首日加入 Game Pass 陣容 等不及用第一人稱視角探索這奇幻島嶼啦